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喵哥 不少朋友建议喵哥作为一些关于新手停车的一些视频 然后我们这边终于天气放晴了 而且天气特别好 喵哥就现在找一些停车位 去录一些新手停车的教学视频 首先我们给大家录一些车房屋停车 车房屋停车是很多新手朋友们都特别特别头痛的问题 虽然说驾照是拿到手了 但是一到实际开的过程中发现驾校里面那些点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发现车房屋停车是多么的头痛的一个事情 今天喵哥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我找了一段断头路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车子不多 但是旁边停满了车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车房屋停车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路边上两台车空出来的位置 我一找一个边窄的车位给大家演示一下 先把车子开过来 与前面白色的车子距离空置在50公分左右 这个时候当我们的车子后视镜快接近对其旁边的车子后视镜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停车挂道挡 然后把方向往马路崖子的方向打死 往后倒车 这个时候注意观察后车 注意看后面的面包车出现在你的这个左后视镜里面 然后等面包车的车身完全出现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把方向往左打 再往后面倒 继续往里倒 慢慢的倒 这个时候后面已经没有空间了 那我们再把方向往右打 往前面走一点点 这个时候前面又没有空间了 那我们同样再把方向往左打 再往后面退一点点 退到后面快没有空间的时候 我们把方向往右打 往前面走一点点 好前面没空间了 我们继续把方向往左打 再往后面倒 把后面那一点点空间用尽 通过反复的左右打方向 逐渐把车子摆正 这样的话车子就完全的停录了这个车位 虽然前后距离已经非常小了 但是总究还是停进来了 好了 相信通过这个喵哥的讲解 这个车防御停车 大家多去练习 多去试验几遍 基本上还是能够搞定的 没别的诀窍 胆大心细 建立自己的车感 大家看到了 喵哥为了给大家拍这期视频 特意找了这种特别窄的车位 你若是选一个那种很宽的车位 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反正车感不好的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学会去找参照物 这个参照物是死的 人是活的 而且不同的轮 不同的坐姿 不同的车身高度 可能会有轻握的差别 所以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可以先找这种宽一点的车位 让朋友帮你看一眼 自己多练习几遍 至于说这些窄一点的车位 如果是新手的话 喵哥个人建议先不要去尝试 你非得像喵哥一样 把车停的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车我不认识 一会车主来了 又看见我把车停的 会不会打我 我也不知道 好了 改天喵哥再找一些这种非常窄的 其他方式的车位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把车停进去 开车呢 没有什么窍门 也没什么技巧 疏能生巧 但是不论你多老的老司机 在停车这件事情上 都遵循一个仔细慢 基本上就能够解决问题 你要是在停车上毛毛扎扎 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容易碰上的 好了 如果你觉得喵哥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帮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 好不好 谢谢大家